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二年的二月之前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往下看 要回顾什么呢 第二节 以色列人应当在锁定的日期 守余月节 就是本月 就是正月 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你们要在锁定的日期 守这节 要按这节的利率点章而守 在去年呢 也就是去年的一月十四号的黄昏 其实也可以算是 一月十五号的开始 因为以色列人是以日落 作为前一天跟下一天的分界点 所以一月十四号的黄昏 其实也是一月十五号的开始 去年一月份的一月十四号的黄昏 上帝吩咐百姓守余月节 要宰杀 每一家都要宰杀一只 待罪的羔羊 代替他们赎罪 他们要先承认自己有罪 所以知道 需要有一只待罪羔羊 替他们被审判而死 所以他们要先有愿意 悔改认罪谦卑的心 然后就用这个羔羊的血 涂在自己家的门框上 今天当天晚上呢 灭命的天使 出来巡行各地 经过了以色列百姓的家 门框上 有涂了待罪羔羊的血 就放过他们家 因为已经有人替他们赎罪了 我们都知道 这次待罪羔羊指的就是 未来的耶稣基督 为你我的罪而死 所以灭命的天使呢 就会逾越过 越过以色列家 然后去寻找 那个没有待罪羔羊 替他们而死的埃及人的家 去灭掉他们家的长子 因为长子就是代表 他们那个全家 所以代表每一家的埃及人 其实本来都当灭亡的 但是上帝让他们的长子 代替他们家灭亡的 其实以色列人跟埃及人 本来都该灭亡 但是以色列人愿意承认自己有罪 接受了待罪羔羊 替他们赎罪的这一种救赎方法 上帝就赦免他们的罪 因此呢现在是第二年了 上帝吩咐他们第二年 也要守这个逾越节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个上帝在第一年 叫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 百姓的心是非常的紧张 恐惧害怕的 因为上帝说 今天晚上你们就要出埃及了 如今是第二年了 他们真的已经出埃及了 所以现在来纪念 逾越节跟当初的心情 完全不一样 我们如果要说 以色列的开国纪念日 那应该就是逾越节了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守逾越节 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守逾越节 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 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 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 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 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 为何被阻止 不得同以色列人在锁定的日期 献耶和华的贡物呢 你们站起等候 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 是怎样吩咐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说 你们和你们后代中 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 或在远方行路 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 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守逾越节 要用无效饼与苦菜 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 因为我们之前 在第五章就有谈到过 如果有 第六章有谈到过 如果有人碰的死尸 那他就是不洁净 在这个第五章有谈过 那他们就希望说 不要被剥夺一年一次 守逾越节的权利 那怎么办呢 第八节摩西就对他们说 你们暂且等候 我可以去听 耶和华指责你们 是怎样吩咐的 耶和华就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说 你们和你们后代中 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 或是在远方旅行行路 所以没有机会赶回到 百姓当中过逾越节 那你们呢 还是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 他们就要在下一个月 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 守逾越节 要用无效饼与苦菜 守逾越节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 他们去年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 就是吃这个羊羔的肉 那当他们在逾越节过后 他们匆匆忙忙的离开埃及的时候 在路上所吃的就是无效饼 因为是很匆忙的 在一月十五号那天的夜里 离开埃及的 所以他们所带的这个面团 都还来不及发酵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饼 就是无效饼 苦菜也是来纪念 这一路上的辛苦 以及救恩得来不易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力而守 那捷径而不行路的人 若推辞不守逾越节 那人要从民中剪除 因为他在锁定的日期 不限耶和华的共物 应该担当他的罪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 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 他要照逾越节的律力点张行 不管是寄居的 是本地人同归一律 除非是你刚好有旅行 或是你刚好因为触碰了尸体 以至于没有办法在一月十四号 守逾越节 你就应该在二月十四号来守逾越节 但如果你又不是旅行 也没有触碰尸体 故意不在一月十四号守逾越节 这样的人要从民中剪除 十四节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 他们也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 他要照逾越节的律力点张行 不管是寄居的 是本地人同归一律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 是跟你们一起出埃及的 但是他们不是以色列人 所以去年的一月十四号 或是说一月十五号 他们其实没有经过逾越节的 这一个经历 但如今他们跟你们一起出埃及 他们很愿意跟你们一起守逾越节的话 那他们就可以来参与 代表上帝也要把拯救的救恩 来分享给他们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些提醒 有时候神吩咐我们所守的一些规矩 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 神不会很无聊的故意 把一些跟我们生命 没有任何益处的规条 墙加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不应该硬着景象 故意去抵触上帝所吩咐我们的话 第二有时候在一些特殊的情况里面 以至于人没有办法将来实现 上帝要我们所遵行的 但是上帝很愿意按着我们有愿做的心 他会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来实践上帝所要我们去遵行的 那我们就应该要好好把握住 这第二次的机会 最后也告诉我们 有一些人 他以前可能没有机会 跟我们一起经历过 上帝情恶的救恩 而如今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 他也羡慕 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上帝的救恩 也可以 复制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也经历到 上帝一样的救恩 那我们就应该接纳他们 让他们一起 跟我们在一起 来颂赞上帝 来一起过着敬拜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要接纳跟邀请 福音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一起来预备心领受上帝的救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你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 我们的戴罪羔羊 主若不是你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 主我们跟世人是一模一样的罪人 本当灭亡的 因此主我们要常常纪念 真正的余夜节的意义 就是耶稣基督 为全人类上十字架的戴罪羔羊 谢谢你 为我们成就了上帝伟大的救赎之恩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宜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宜的影片 以及100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为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